外媒最新消息显示,中东部分国家在联合与发起倡议,希望美国为首的西方为希利亚的重建工作买单,包括黎巴嫩和土耳其以及巴勒斯坦在内的代表在沟通后希望发起动议,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一提议很有可能遭到美方的拒绝。 实际上,在沟通过程当中,这一提议得到了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包括卡塔尔、越旦、沙特在内的中东盟友都认为,美方在叙利亚乱局上是始作俑者,虽然叙利亚局势并没有按照西方理想的方向发展,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军在叙利亚的介入,导致了叙利亚人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整个中东局势进一步错综复杂, 土耳其代表更是在联合国公开发言,解铃还是吸铃人,美方在提供资金,用于叙利亚战后重建,上,具有不可推陷的义务。 俄罗斯也认为,美方的资金不能只用来挑起战火,据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对此发出警告,认为这一提议想都不用想。 黑利反而警告伊朗者,多种巨岛的消息显示,现在伊朗已经陆陆续续,向伊拉克运出了几十枚导弹,后续的导弹肯定还会跟上,这些导弹中就包括了法达和110等各种射程的导弹。 倘若这些导弹在伊拉克南部地区进行发射,那么沙特和以色列大部分地区,都在导弹覆盖范围之内,见识这些地区都会遭到沉重打击。 以色列和沙特是众所周知的亲美国家,因此,当前的重点不是叙利亚重建,而是如何防止流进伊拉克的导弹,处现无法控制的局面。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向伊拉克运输导弹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们就是用这些行动向美国以及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表明伊朗可以多方面地对美国机器盟友进行导弹打击,阻止西方对叙利亚进行第二次空袭。 从黑利的警告中,可以看到,美方认为如今的叙利亚局势,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现在认为叙利亚将完全收复失敌人为时尚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